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 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 请听我来读 以色列从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 在立非定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与摩西正闹说 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 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 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深处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起名 马萨 就是试探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 就是正闹的意思 因以色列人正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 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 慧终请坐 我们把时间交给五圣君长老 今天题目是 上帝受审判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 谦卑受教的心 当你的话语 向我们发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谦卑的领受 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 让我们明白 你记载在《出埃及记》这一趟 旷野的试验 也是对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基督徒说的 主让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可以顺服 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你 主我们感谢你 把以下的时间仰望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这几周 一直在讲 以色列人 他们过了红海之后 进入旷野的漂流 在这当中 已经经历了几次的艰难 而我们要用神的角度来看 是神透过几次的试验 要来考验 带领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 这段经历 是在整个救赎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角色 尽管我们看到 在旷野里的以色列民 有很多的悖逆 他们仍旧是上帝的选民 虽然他们的不信 和对神的反叛 甚至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和审判 但是神没有遗弃他们 神仍然要坚持带领他们进入最后的安息地 就是迦南地 他们信心不足 需要成长 他们的能力也不足 这边讲的能力 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仗 在旷野会遇到很多的猛兽 会遇到很多的不足 会干扰他们的行程 会侵害他们 他们还没有成为一支军队 但是神就定义 要带领塑造这样的一群百姓 成为属他的子民 要透过神的引导 使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所以我们在旷野看到以色列民的生活 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他们在旷野当中 常常面对危险困难 物质极其缺乏 但是另外一个特色是 他们在这些困难当中 却经历神奇妙的拯救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旷野的生活 对以色列来说是有帮助 而且是必要的 举例来说 就像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红海 即使红海为他们分开了 他们要踏进红海的干地 也是要凭信心进去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你是那一群人里面的一个 走入那个红海的干地 看到两边竖起的海浪 你会害怕吗 若不是因为神的带领和信心 他们也没有办法这样走过去 我们在看到他们在旷野中 当遇到没有水喝 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开始跟神抱怨 但是神给他们困难当饼 给他们艰难当水喝 可是神依然奇妙的拯救他们 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困难 经历到神信实的供应 神在旷野当中 要锻炼一群属祂的圣约的子民 可以顺服祂的心意 虽然在旷野里面有危险 但是也有神的拯救 虽然有试验 有背叛 有惩罚 但是也有神的赐福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样一个 比较大的图画 来看以色列人所遭受到的试验 在这一段 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里面 我们看到神 再次给以色列人一个试验 带领他们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安营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 为什么神要带领他的百姓 再次进入这样的考验 才刚刚在玛拉经历了苦水 神把苦水变甜 在迅的旷野经历了没有粮食 没有肉吃的日子 神供应玛拉 供应安存 现在神再一次的 带领他们到无水的干地 立非定 让他们在那里安营 神是什么目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试验当中 看到第二点 是神以怜悯 恩慈来对待以色列人 供应他们的需要 最后在这个试验的末了 我们却看到 最不公义的审判 却临到神的身上 神代替以色列人 领受了这个审判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 从经文上来看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立非定 不是第一站 他们通过鸿海之后 在经过玛拉 乙林 到了迅的旷野 如今从迅到立非定 不是直接一步就到了立非定安营 在第一节说 按着站口 从迅的旷野往前行 那个站口的意思是说 一站一站的过去 我们根据民宿记33章 八到十五节的记载 从迅的下一站 是多加 托加 然后在托加安营之后 离开托加来到了亚路 然后再从亚路来到了立非定 所以以色列人 第一节告诉我们 他们是遵照着神的吩咐 耶和华的吩咐按照神的带领 一站一站的来到立非定 如果我们从时间上来看 这段时间大概是神 距离他们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到这里 大概只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六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这是神带领他们到这里的 而且他们是顺服神的心意来到这里安营的 但是神却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水喝的地方 因此神给了他们一个很清楚的试验 当他们没有水喝口渴的时候 可以抱怨吗 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向神抱怨吗 可以不可以 我想我们说不抱怨可能很难 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还有大卫 他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 在遭遇危险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原因 他们也会向神诉苦 他们透过祷告向神呼求 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不拯救 神啊你为什么会让我遭到这样子敌人的逼迫 为什么还不把我从这个困难当中给救拔出来 我相信神会垂听我们这样子呼求的声音 祂了解我们心中的挣扎 祂也愿意垂听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 当我们学习到诗人在诗篇中的祷告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一篇诗篇到了最后 这些呼喊的人 他们都再一次把眼睛 从他们困苦的环境当中转向神的荣美 转向神的荣耀 思想神过去是怎么样拯救他们的 所以到诗篇的最后 他们总是转为敬拜 转为赞美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 跟神诉说你心中的苦情 求神来帮助 然后神是会引导我们去看见他的信实 看见他的供应和美善 我想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对神所发的怨言 在第二节说 所以与摩西争闹 这个争闹 其实是比抱怨还要强烈的字眼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 就是聚众抗议示威 他们是全体会众 来到摩西神的兴起的领袖面前 来控诉摩西 你常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哪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高层 他们非法的吸收了一大堆的资金 然后就捐款潜逃了 这一群投资人发现被骗了 没有办法找回他们所一生积蓄的钱 来到这些公司面前 扎剥离 抗议 示威 向政府诉讼 类似是这样的情景 他们来到摩西这里来控诉神 因为他们说神你被约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在问以色列人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 为什么向我抗议呢 为什么向我控诉呢 他说你们这是在试探神 明明是神带领他们到利非定来试验他们 现在转过来是以色列民 这群悖逆不信的民 要来控诉试探神 试探神什么呢 他们试探的理由说神你被约 你不守信 我们要稍微停下来一下 想想看 以色列人这么健忘吗 才六个礼拜的时间 神如何在埃及行大能经过十个神迹 对埃及人的审判把他们带出以色列 神如何带领他们在有追兵的情况底下分开红海 让他们安然渡过红海 神如何在旷野给他们要水有水喝 要食物要肉都有供应 这些都忘掉了吗 他们好像读了书 得了属灵的健忘症 痴呆症 完全记不得神 曾经如何信实的供应 他们的需要 他们可以谦卑的跟神哭求 可以谦卑的求神来帮助 神一定会帮助他们 相反的 他们选择不幸的道路 他们选择相属控诉 我在制药公司工作 已经超过二十几年了 在我这工作的二十几年当中 有一种药一直没有开发出来 我们公司不是我 那这种药就是治疗健忘症跟痴呆症的药 在一次内部的会议里面 当我们跟同事一起报告 我们各样研发计划的进度的时候 最后研发部门的副总做总结做评论 他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 我拜托你们了 加把劲吧 快来不及了 我已经快得痴呆症了 你们再不研发出来 我就没有药医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开玩笑 但是想要激发我们加进研发的一种激励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了压力 上面压力来了 那在公司你感受到压力 抱怨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弄不好得罪的上层很可能要被炒鱿鱼 所以同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抒压 那就讲笑话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就说等到我们把这个痴呆症的药研发出来 我们大概忘记这个药要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那我想以色列人 他们得了属灵的健忘症 他们忘了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 因此他们试探神的 我相信他们不是怀疑神的能力 他们怀疑神的动机 怀疑神的美善 这个是他们试探神的地方 当我们遇到环境中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环境 把这个环境的困难无限的放大 我们忘掉了一个更大的图画 那就是神掌权 我们好像神不在 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想望 来供应我们的时候不得了了 这个世界要毁了 而因此以色列人 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底下 不仅没有去回想神 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相反的他们选择用不信来回应 向神抱怨 甚至控诉选择不信 这就是希伯来书 在三章十二节里面描述这段经历 来警惕当时的教会 弟兄姐妹说 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给离弃了 这里的以色列民 就犯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尽管 尽管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悖逆不信 我们却看到神 神没有用惩罚 严厉的来对待他们 我们看到神所兴起的仆人摩西 也感受到压力了 从百姓上来的控诉 让他不得不转向神来呼求神的帮助 所以在 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 摩西在这里所用的字眼呼求 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地的时候 受到法老的奴役跟逼迫 极度痛苦的时候向神呼求的那个字眼 是求神来帮助 求神来拯救他们 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也看到摩西在经历压力的时候 也是会有抱怨 他跟神说 我向这百姓要怎样行呢 已经开始有点抱怨 没有向以色列人那么严重 说神啊 这个百姓难道是我要给他们水喝吗 我到底要怎么样行他们才会满意呢 所以他向神说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当我们看到摩西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不要误会了 因为摩西夸大了那个严重性 想要利用这个方式来给神一点压力 让神你赶快提出解决方案吧 不是的 我们应该用当时以色列人跟神 立下盟约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 为什么摩西会说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来打死我 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控诉 是神你被约了 神被了什么约呢 神有罪吗 神带领他们到无水之地给他们试验 神有罪吗 而他们给神的指控是 你把我们带领到这个地方 要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病深处都怎么样 渴死了 他们怀疑神的良善 怀疑神拯救他们的动机 最近 师恩弟兄在 成人主义学教导我们 各个不同救恩时期的神的启示 最近 上面几周才讲到亚伯拉罕的启示 特别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大家还记得那个立约的内容吗 神定义要祝福他们 后裔土地建立一个国度 万国要因他们得福是吗 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是单纯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约 跟雅各以撒立约 要拯救他们是因为他曾经应许过 所以以色列人说 你今天把我们在这边 甚至连我和儿女 跟深处都要渴死 你的约 你被约了 你没有完成你的应许 你破坏了当初 你跟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所以他们用这样一个被约的名义 要来钉死 用石头打死摩西 这也是摩西 为什么说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把我给打死了 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回应 却是没有审判 你会想像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 而你又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 我岂不跑到西乃山上说摩西 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 让我用闪电雷轰甚至爆发火山 把他们给灭了 神不是一个这样严厉 而且没有怜悯的神 神是充满了慈爱 很有耐心的 他反而告诉摩西说 你带着那个杖到西乃的磐石上 我要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 使他们得到水喝 我们看到神透过试验 不是要来击打他们 我们一想到试验 就想到我们在学校受到的 不同时期的考验是吗 我们在学校如果没有通过考试 不及格你就没有办法升级 没有办法继续学习 你就留级你就毕不了业 到了社会 你如果没有通过专业的资格考试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你的会计师 成为你的医师 甚至你没有办法开车有驾照 所以我们的印象当中 只要是考验 都是要看看我们通过了没有 看看我们合格了没有 但是神的试验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15章22节到现在 这起码是第三次的试验 他们哪一次成功了 每一次都失败了是吗 但是神惩罚了没有 没有 神供应他们的需要没有 供应了 所以神的试验目的是什么 神的试验不是要让他们证明 他们配得神的供应 神的试验不是要让他们证明说 我可以赢得你的赞赏 所以你要赐我各班的福气 神的试验是要让他们在失败当中 知道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靠神 就是顺服神 这是神试验的目的 神没有要透过试验来筛选一群强壮 有能力有智慧的子民 来成为我圣约的群体 神是要透过这个试验 来让他们的信心 学习成长的功课 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相信当以色列人被神带出红海 在那一刻这个信心的婴孩已经诞生了 但是这个婴孩要成长需要时间 需要历练 我们在座有好几位母亲 去年才刚刚当母亲 你知道你的婴孩 从吃奶一直到吃干粮 需要很长的时间 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 属灵的婴孩 信心的儿女 成长也需要时间 而神是那一位 有怜悯有恩典 愿意耐心等候 祂的子民成长的那位神 所以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来帮助他们 看到他们信心的功课 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 不是按照环境 到底对我来说顺境还逆境 而是按照神要我的方式 可以单单的信靠顺服他 这是神试验他百姓的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 在通过这个立非定无水之地 对神有这样子的控诉的时候 神不仅没有惩罚他们 神反而用怜悯和恩慈来对待他们 而且用几打磐石 让磐石出水 来解决他们口渴的需要 从这里我们要看到 神接下来怎么样 来回应以色列人的控诉 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摩西去拿杖 那颗杖呢 他在第五节特别提出 这是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大家还记得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 神要施行第一个灾 要摩西拿起那个杖 击打尼罗河的水吗 那个杖是代表神审判的杖 是神赐给摩西一个从天上来权柄的杖 神要用这个权柄的杖来审判埃及 所以第一灾是什么样的灾害 是尼罗河的水变为血 是吗 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生命的活水 因为这个水可以滋润他们的农地 喂养他们的百姓 让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埃及王国 所以他们非常的尊敬尼罗河 而且甚至崇拜他到一个地步 拜尼罗河神 认为尼罗河神是掌控他们生命的神 神在埃及的第一集 就是从他们的源头 击打他们所敬拜的假神 审判他们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生命的主 神透过这个杖的审判 来告诉埃及人跟以色列人 祂是掌控埃及的神 祂是掌控全地的神 不只是以色列人你们自己的神而已 同样的今天神叫摩西拿起那根杖 让以色列人想起 神要尽量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出水 在旷野供应你们口渴的需要 让以色列人可以学到一个功课 神不仅是掌控埃及的神 即使在旷野无水之地 物质缺乏充满危险的地方 他仍旧是神掌控一切 这是神要摩西带着这个杖来击打磐石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祂是信使的神 祂不会因为法老的阻挡埃及的兵强马撞 就影响到他拯救以色列民建立一群圣约的子民 要进到安息地迦南地的救赎计划 法老没有办法阻挡 埃及的兵强马撞没有办法阻挡 甚至他所带领的这群以色列人 悖逆不幸也没有办法阻挡神的计划 神仍旧按照他既有的计划跟旨意 带领他们要过红海在旷野漂流 必定领他们进入埃及 这是第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就是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任何的事物人 甚至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的阻挡而受到干扰 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到底 而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是 神在他子民当中的试验 不是要来考验我们合不合格 考验我们如何比其他人优秀 值得神来拯救我们 神乃是透过试验来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是如此的不配 我们领受神的供应是不配得的 但是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 他仍旧引导你 他要建立你的信心 他要让你真知道你只有一生顺服我 无条件的顺服我 才能够到达那个安息之地 这是我们第二个神在试验当中 要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 最后我们看到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 拿着那个权杖带领着以色列的长老 从百姓面前就走过去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是应该很惊心动魄的 以色列人集体控诉神 神不仅没有审判领导他们 相反的神既然你们公开的指控我 我要公开的回应你们 让摩西拿着权带着你们以色列人的长老 你们的领袖来到西乃山下 磐石旁边做见证 摩西所拿的权杖代表神的审判 他在这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审判官 而这些长老列席在旁边 就像在法院当中他们是证人 要见证这一场诉讼 而神却在第六节竟然说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 你看到这里如果不震惊的话 我们是有问题的 站在摩西的面前 是我们应该站在神面前吧 在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是占据孔经 因为他是那个审判官 我们这些罪人 站在审判官的面前 是要被定罪的 可是如今神却说 我要站在你面前 站在那个磐石的旁边 好像说神说我来受你的审判 在这里 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 他的行事高过我们的判断 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 在这里我们要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神是公义的 他对这一群悖逆的百姓 这样子公开的来反叛他 而不加以刑罚定罪的时候 公义何在 神一再地教导他的百姓 说你们要守律法 要守我的诫命 如今他们不守 他们被约 神却不审判 公义何在 但是神却选择这个奇特的方式 说你们来受审判 你们就灭亡了 神的慈爱没有得到满足 但是神不施行审判 他的公义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神所定的律法是不能够妥协的 公义必须要受满足 所以神说我代替你们这群悖逆的百姓 站在审判官的面前 接受这个审判 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 满足了他的慈爱怜悯 让以色列民可以得保存 让以色列民有活命 可以成长的机会 这是奇异的恩典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第78篇35节 当他们在回想神 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恩典的时候 他们这样子歌颂神说 罪念神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 那个磐石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磐石 在诗篇95篇第一节也这样说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他们在追想 神曾经在和列山下 西乃山下的磐石 接受这个击打 使他们得拯救 是他们救恩的磐石 我们看到神自己来承受审判 为的是要拯救这一群 他所拯救按照立约的信使所拯救出来的百姓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看一个事情 就是在整个旧约里面 一直有一个主题不断的出现 那就是会有一条充满了生命的火水 会从圣殿流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异象在整本旧约 不时的被提出来 在伊甸园我们看到有河水从伊甸流出 开始滋润大地 我们在以赛亚书神一再的提到 他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我们看到神带领先知以西节 在47章的异象里面看到 从圣殿的东边有水流出来 圣殿的阶梯南下有水向东流 先知约尔书在3章18节也提到 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 要滋润石亭谷 这种异象一再的出现 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磐石 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 这个磐石出水涌流在旷野当中 来喂养 来解以色列人的干渴 这是一个生命的火水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会在 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 你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磷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磷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这个磐石出水被击打出水的预表 在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得到完全的实现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却来到这个世上 取了人的样式来和我们认同 承担你我应该受神的惩罚和咒诅 取代我们的位置承受神的审判 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 当那个枪刺在他的肋旁 流出血和水的时候 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 他所流出的生命的火水 是预表将来的圣灵 要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7章37节到38节的记载 这样说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边讲到节期的末日讲的是祝鹏节 在当时以色列人还有圣殿的时候 他们每一年守祝鹏节 一周的时间到最后一天是最大的节期 大祭司会站在圣殿的阶梯上 有一大缸的水 要让他请到从圣殿的阶梯上面 一阶一阶的流下去 来提醒他们 神是那个供应生命火水的主 旧约里面提到那个从圣殿要流出生命的火水 在那个意象在那个仪式里面 一再的来提醒以色列人 而耶稣说这个就是应验在我身上 所以你们来 在三十七节说 他会高声喊着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火水的江河 耶稣基督所讲的 他要赐下那个生命的火水 就是圣灵的火水 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 在跟他的门徒见面 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门徒代表了教会领受了圣灵 而这个圣灵的火水 就在五旬节从天降下 浇灌神的教会 浇灌神的子民 使他的子民 因着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火水 而这个火水只涌到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 摩西在磐石 击打磐石出水 在耶稣基督赐下圣灵的时候 完全得到应验跟应许 而神的教会 也因为这样子领受了 这个生命的火水 今天我们的教会 在末世的教会 基督徒 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 西伯来书的作者 一再地告诉我们 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先祖 在旷野漂流 我们有我们的旷野历练 今天的教会 在这个世代当中 也是要受到许多的考验 而我们面对这些考验 所采取的反应 不要像以色列一样 是一个不幸的恶心 而是明白神透过考验 要来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 要来筛选 要来锻炼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群完全可以依靠他的子 我们所要学的是信心的功课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来面对这一切的试探 这是透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我们来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 应该如何面对我们所处的困难 我知道我们自己 我们弟兄姐妹 在不同的阶段 会面对不同的困难 也许是健康上 也许是家庭关系上 也许是经济上 也许是将来前途茫茫 有很多的迷茫 但是我们不要落入一个光景 好像我们是不信神的人一样 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软弱 看到的都是环境的危险 忘了我们还有一位神 不要得了属灵的健忘症 他怎么样应许你拯救你 出黑暗入光明 他把你带领到如今 都忘了吗 神要我们学习 在试验当中 看到自己不配得 但是我们唯有信靠他的信实 唯有信靠他的应许 知道他一定会把他的教会 把你我带到那个新天新地 永恒的安息之地 所以这只是一个过程 你今天所面对的困难 是一时的 但是当你用神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 当你在觉得无助的时候 当你在觉得困难的时候 不要忘了那个大图画 神要带领你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 至永恒的安息 这也是在启示录 22章1到2节 用同样的意象来说 天使指示使徒一样说 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未一致万民 神应许我们一定会带我们到那个 新天新地 永恒的安息 今天我们如果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试炼困难 你知道都会过去的 你知道经过水火之后 要带你进入那个丰盛之地 你知道我虽软弱 但是神是刚强 我虽信心不足 求主加添 让我们相信他的信实 相信他是那位良善的神 而且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 神透过试验 透过艰难 要带领以色列人学习的功课 从知道他是大能的神 进一步知道他是怜悯的神 知道他的属性是满有忍耐的神 到如今他们又学到神是公义的神 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 律法的要求 神替我们受审判 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为你我的罪被审判代数 这个几打寒食出水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神就是那位从亚伯罕手中 拯救那个以色 让他的刀不要落在以色身上 为他预备羊羔 神必预备的神 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圣灵的活水可以赐下赐给你我 这些软弱的器皿 在我们里面虽软弱 神却是刚强 愿我们从这个旷野的经历 神试验的功课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来看待我们的考验 来看到我们的困难 让我们跟神求 神啊赐给我一个你的眼光 来看待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 你是如此 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的教会在今天的世代 我们看到外面的邪恶 看到外面的败坏 不要胆怯 神与我们同在 他掌管一切 他不仅掌管埃及地 他不仅掌管矿野 他掌管今天的美国 他也掌管全世界 他的计划一定成就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这些话语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不配 但是你却信实怜悯 恩慈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主我们常常把眼光 看在这些短暂的 物质的 会过去的 会毁坏的 这些环境 和我们自己的想望里面 但是主我们就忘了 你才知道 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需要 不是这些可以 会挪去的 会废去的 我们真正需要 是那个生命的活水 是那个圣灵的活水 是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 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让我们可以脱去以自我为中心 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让我们可以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 救赎的大计划 来看到 我们是属于得胜的一群 是被你所塑造 要成为一群圣约的子民 在那里我们要没有罪的捆绑 我们你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让我们可以靠着主 我们满有喜乐归荣耀给你 我们要在那里敬拜你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